我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確定的病例 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有16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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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確定的病例 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有160例 那境外移入的是244例 落地採檢的186例 居家檢疫採檢的是58例 那這160例 那以縣市別來看 大致上是臺北市18例 新北市52例 桃園22例 臺中市1例 高雄市9例 那基隆市7例 那新竹市2例 那彰化縣3例 屏東縣1例 那宜蘭縣6例 花蓮縣5例 台東1例 金門1例 那基隆增加了 這個42例 當然還有一些都是關係要帶 去釐清的 那在裡面增加的是一個 是在校園的 校園在一個科技大學裡面 增加了這5加1 等於5個新的在學校 那家戶裡面有一名 那場所A 現在仍然在增加 不過他現在是 比較多的是在家戶裡面 或其他的 那警局的人員有增加了3名 所以現在總共 15加3等於48 那又有兩位 是列在我們的場所裡面的 所以警察相關的人員到現在是有20例